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快就过去了 大盘今天涨了219点 这个礼拜的周线是涨664点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行情 到底要如何研判它 我们看今天的电脑画面 今天是涨219 现行算是不错的 当然看到这里 又看到K线这一波的涨势 大概全市场的人都认为说 做多的很厉害 赢很多 这是大家的误解 为什么 很简单 我再打一条线之后你就知道 到底做多的有没有赢很多吗 你看到这条线 你告诉我 做多的真的赢很多吗 好像没有耶 对不对 如果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 再把它缩小一点 做多的真的赢很多吗 有真的赢很多吗 好像没有啊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嘛 这条线以上的全部套牢 那你看你要做这一段的 当然这一段是赢 没有错底部买上还是赢 可是你要做这一段的人 请问你要不要先避开这一段 避开这一段的人 你才有办法做这一段耶 这一段跌下来3600点 就这张图啊 3674点 这条线跌破什么 跌到这里8523 跌破了 10年的低点 那如果跌3600点还没有停损 那做股票是鬼扯啦 怎么可能3600点还不用停损 那股票跌五成了 一大堆 那怎么可能不停损 这个地方你要先避开 你没有避开这一段 你告诉我 你没有避开这段下跌 年线 三年线 五年线 十年线 全部跌破 你怎么可能 不受伤 那你没有避开这一段 到现在可能都还在套牢 不是吗 你从这一段买上来 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不是吗 所以很简单 这一段没有避开 对不起 3674点没有避开 你说你这段会赚大钱 那我觉得在鬼扯啦 很简单 那当然讲到这里 那大家要思考 现在的盘势 感觉上 这礼拜涨了600多点 很强 到底要怎么操作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这个行情要怎么看它 我们先看K线来看 好不好 这边产生了五个死亡交叉 当然今天很幸运的 从昨天开始占上了季线 今天又碰到了年线 这条是年线 这条是半年线 月线当然早就占上了 那目前月线往上季线 稍微往下走平 年线是走平的 半年线是走平的 今天能够跳空站在这里 当然算是非常了不起的盘 或许这跟台湾的 这个抗议 这个做得很好有关系 但是也不要忘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很客观来分析它 好 那目前的格局依然是一个空头反弹格局 两条负线持续反弹 第一条 曲线还在空方 那只是慢慢收敛当中 有机会 要翻多了 有机会 但是还没有看到 电子股的格局也是一模一样 跟大盘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那我们说在 筹码面的部分 可能会稍微比较不利一点 为什么 因为外资 这一年还是卖超了5100多亿 相对这一波买上来筹码大部分都是由本土 的资金买上来的 外资其实参与度并不高 原因看这里 因为它 到目前为止 今年 前面四个月还卖超5100亿 那这一波涨上来到目前来看 很显然都是本土资金为主 把它拉抬上来的嘛 这是 不可否认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想要知道说 这个行情 到底可不可以做多 如果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能做多 你好像会觉得这盘是很强啊 这个 这个礼拜就涨600多点了 那如果我跟你讲可以做多没有问题 你心里会怕怕的 毕竟台湾是一个 潜跌型的市场 我们只有2300万人 我们主要还是靠贸易 靠东西把它销出去得到外汇 来繁荣我们的经济 那经济就是股市的 股市就是经济的橱窗嘛 所以很简单 当经济不好股市就一定会不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现在台湾的经济必须靠外贸 靠出口 来为主 我们2300万它没办法说自以自主 就本身形成一个很强的经济体 不可怜不可能 因为量太小了 这时候靠经济靠贸易来产生收益 来壮大我们的经济 这时候想想看你要贸易要卖给谁 当然不是卖给自己 卖给外国人 卖给美国人 卖给欧洲 对不对 卖给东南亚 卖给大陆 卖给非洲 那你想想看现在全世界好像都不这么乐观 不是吗 你看全球的股市都是暖啪啪的 这时候他们经济好不好 他们经济不是很好 或许我们台湾很强 可这个强的后面你会觉得好像你的本质是要靠贸易 现在外国不好美国不好非洲欧洲不好 大陆也不是很好 那只有我们台湾很强 那强什么东西 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说操作上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要步步为营 你不能说没问题 这都没有我不认同这个没问题 好那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股票 看看这些股票到底 这个状况怎么样 状况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们看这个新闻 好这今天的工商时报 5G发威文貌低级获利年增9倍 这个是不错的新闻 很好啊 非常了不起啊 到底这辆股票可不可以来做多 那我们就进入他的一个K线来做一个判断好不好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冒的这个格局 好目前呈现是这样 好今天在涨7块半 好那请问他的格局这样到底对不对 请问这一段对不对 这多强啊 那为什么连拉三根红棒之后然后就打下来 整理完再破一次底 对不对 为什么从343 得到195 这个拉回的弧度 已经啊无成了 目前来讲反弹又压回来又再一次反弹 那请问这格局到底可不可以 红红绿绿当中我想 很多人都迷失了方向 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做 怎么做才是对的 对不对 因为在K线上你是很难去判断它的 那看新闻好像不错 可是5G的新闻又不是 今天才看到 这一路这半年多来 5G的新闻满天飞 可是5G的股票没涨啊 我帽就是最典型的一档啊 对不对 联发客也是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行你在想 你过去看到多少5G的新闻都被他骗了 现在你看到5G新闻你会觉得很了不起吗 不会啊 到底这样的股票 可以买还是不能买 它的格局到底怎么样 我们从K线上你是没办法去判断的 那从哪里判断它 答案很简单 头这边你再打一个888就看到答案了 就进入股神系统你就看到答案了 为什么前面一段会掉下来 哦原来这一段是 空头格局 高点323324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然后就一路转空下来 那反弹之后在这边做震荡 我们把这里稍微放大一点 你看到什么 有没有看到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买进讯号 对不对 上面有没有卖出讯号 有啊 260啊 这边还有293 291啊 是不是在这里还有好几个卖出讯号 对不对 那目前三线架构强不强 三线是翻多了 可是好像没有很漂亮 没有很强 短线来讲这一个月 多方有利还是空有利 多方有利 为什么 一二三四五 五个多方的买讯 一个空方的卖讯 五个打一个应该没问题 所以目前整体而言 多方稍微有利 这段股票 有没有很漂亮 这样有没有很强 说真的还没有 线形上来看起来 三线还是有点脆弱 如果你只看到下面是三条线 那是不是有点脆弱的感觉 好不好 这种股票 那我们在操作上还是要小心 多方稍微有利 我们只能这样讲 当然你要先避开前面这段空方的格局 为什么 因为这段空方跌很深啊 跌很多啊 你要是没有避开 那才得了 三百多块跌下来真的是很惨啊 一跌就是五成 对不对 好那我们想看完这个新闻 对不对你没办法得到答案 看完股神系统你心里大概有个底了 至少你知道为什么这段会跌下来 下一次高点你一定会跑 你不可能在空头反弹里面 对不对像这里就是空头反弹 我们刚刚讲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次一般的K线 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连拉好几根了 那你不晓得你一追上去就完蛋了 蹦就下来就完蛋了 原来这个地方格局还是不对 他只是一个空头反弹而已 是不是是不是感觉要创新高了 根本不对啊 他只是一个空头反弹啊 追完之后再打下来 怎么样受重伤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段 如果把它套在现在大盘的格局 你会觉得很像啊 他还是很强啊 我们把它移到这里好不好 请问他是不是做一个空头反弹 是啊 强不强很强啊 当然很强啊 对不对他当然很强啊 是不是感觉这样 快要创新高了 这个图比大盘还要强 说真的喔 他是不是要创新高了 对不对 最后呢到今天呢 我们再看一次 到今天你就看到下来 那最后答案就掉下来啦 看到吗 这是不是感觉要创新高 不又下来了 下来就是破底了 所以我们说在空头反弹操作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你不能大意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这就是我们应该遵守一个操作理念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到下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旺宏 好这档股票旺宏 第一季获利年增7.6倍 棒不棒你告诉我 非常了不起 新闻看起来都非常了不起 好像你把全部财产买进去都是应该的 但是他实际上的股票 好不好 说真的 不怎么好 我们看一下电脑方面 那我们看到这档股票 来旺宏 你告诉我好不好 这一段40跌到22 这将近5成 40跌到20就5成了 22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一段跌了将近5成 惨不惨 很惨啊 所以如果你要超自然股票的时候 你想想看你要不要在这里要避开 高点在这里你要不要看得懂要先避开 没有避开下来就是5成 当然要避开啊 那现在时格局是什么 会不会跟文帽一样感觉要创新高 结果蹦又掉下来破底 好那把他打进去 切入股城系统 三个八就是股城系统 来告诉我 高点有什么迹象 原来高点好多卖出讯号 1234你不跑就没命了 这段掉下来就是5成了 现在的格局是什么 就是空头反弹 就是空头反弹而已 跟大阪蛮类似的 懂意思吗 他有没有3000万多 没有 所以这种股票操作要小心 他如果真的那么好 像这报纸写的这么好 那很简单就不会跌这一段 那怎么会等这一段跌的5成 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看报纸觉得很欣慰 很了不起 报纸这个参考就好 所以我们在股市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就是选股 跟买卖点 他业绩多好 他绩效多好 跟股价没有绝对的关系 很好啊股价这样跌5成 不是吗 所以你超市上要注意什么 选股跟买卖点 这两个最重要的 他不是看基本面 他也不是看这个新闻消息 都不是 这两个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哪里是卖点 哪里是买点 那你不晓得你买进去可能会受伤 好不好 股市陷阱太多了 所以我们说股票市场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 就是买点跟卖点的判断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在整个操作上有两个大原则你要注意 张爱民把他写在股市590则 高手势不做有四个原则 四个方向这是不能做的 当这种四种情形发生你是不能做 第一个反要在前 第二个横向整理没有突破 第三个逆势格局 第四个趋势不完整 三线架构就是 不完整的时候你就不能做 好不好 第二个 张爱民股市一路600则里面写的 当日线跟周线他有两个 不同的情形 两个会有什么 变化 会有四种变化 可能怎么样 可能日线翻多周线翻空 也有可能日线翻多周线翻多 那也可能怎么样周线翻多日线转空 周线转空日线翻多 所以他有四种情形 那这四种情形 赵爱民肯北对他做了解释 你买的股票当然最好都是日线周线都翻多 那没问题 那如果是日线周线都转空 赶快跑不然会没命 懂吗 那如果周线翻多日线转空 那表示他是一个短多而已 那如果日线翻多周线翻空 周线翻多日线翻空 那怎么样 那就是一个拉回修正 你要赶快散 最后情形你要看得懂 四个 这两条 均线产生的日线跟周线 四条 两个产生四种变化 那你这个都要非常了解 那要突破一定要配合这个情形 就是跳空突破是带量长红棒突破 他一定要配合三线翻多 才是有效突破 如果没有就是无效突破 好不好 那我们举一些例子 这叫什么 法尼亚在前 1234 有没有看到 是法尼亚在前 法尼亚在哪里 190 法尼亚在207 看到吗 法尼亚在前 而且四个密集的法尼亚 碰到这种形形 股价涨上来 要不要碰到这个法尼亚区 因为他就是你的敌人 你的敌人就站在前面 三公尺的地方等你 要往前走一步走两步 你就碰到敌人了 敌人就拿刀拿枪要砍你 所以你要不要做好准备 这时候可能过得去 可能过不去 所以法尼亚在前 你先不要追 马上就要大决战 你去压一边干嘛 你等输赢决定再说嘛 做股票就顺势操作啊 所以你不用去压一边嘛 所以我们这是法尼亚在前 是嘛 你看到这四个法尼亚 这六个法尼亚 那法尼亚在前 能不能一定会过 不一定 有可能过 有可能不过 所以没有在 过之前 过已过不过之前 你就去压一边 那这不对 所以我们讲是怎么样 反压在前不做 原因就来这个道理 好不好 我们看第2档也是一样 那我们看这里有几个反压 123456 6个反压 严不严重 很严重 都在97 到这个103之间 有6个反压 那我们看6个反压怎么突破 12 123456 6个买进巡套 准备来 跟6个敌人 火拼 6个敌人在门口等你 我找6个好朋友 一样 他们来帮我 跟他们一对一来打 那这可能就有机会了 好 那我们说三线怎么样 要架构要完整 懂吗 那我们就碰到压力区 没错啊 这边马上上来就碰到压力区 有没有 压力打回来 压力打回来 为什么这里有上影线 上影线上影线 你看最近看到4根上影线 原因是什么 原来这边压力重重 那我们就碰到压力的时候 要怎么突破 有啊 跳空突破 带量长红棒突破 一定要配合三线还多 所以我们看这股票有没有三线还多 有 有没有跳空带量长红棒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要突破 没有要突破你就不用追 反押在前不做 这就是一贯的 操作的原则 你要把它 记起来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说怎么判断一档股票 可不可以做多 多头墙 多头格局三线还多 强势的多头格局 支撑很强 好朋友很多 这就可以做多 反过来 这种情形就是不能做多 好不好 这是一个股票架构的判断 好 那我们看看保存好了 高档出现怎么样 卖出旬 在11月中 去年的11月中 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就要出场了 因为反压已经出现了嘛 再两次反压 四个 40块出现 一个月后39.5又出现两个 告诉你这股票压力非常沉重 曲线转空就要跑 你不跑跌下来就快五成了 目前反弹非常非常的弱势 当你看到这种情形你很庆幸 因为如果你在去年11月就跑了 到现在将近半年你会很庆幸 哎哟好嘞 我没有跳到那个陷阱 报到现在可能赔五成 很庆幸当时高点把它卖掉了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了 昨天的新闻 放无薪价5000人 因为他做 Nike的订单 那大家现在都在家里关竹竹啦 全球41人口都在家里面 当然求鞋就买的少 需求就少 就保存了订单 价降 所以5000人再放五星价 Nike的业绩衰退85% 非常严重 可是看到这个消息都来不及了 因为他已经 怎么样 股价早就跌五成了 所以这次他去年赚了4块 今天只要配1.25元 配息率只有31% 因为他保留现金怎么样 要对抗 多一些子弹总是比较好处 所以他现金就配的很少了 可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对不起 股价跌五成了 有用吗 对啊你现在知道了问题来不及了 那谁能够让你提早出场 高点出场 他的名叫股神系统 不是吗 你不是今天才知道你半年前就知道他的状况了吗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叫经测 当过股后经测最高1145 跌下来是五成 1100跌到 600块左右也是跌了五成 好 那我们看这股票格局原来他都在空投格局 那你会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空投里面有反弹反弹反弹对不起都不能买 最后股价破底 但是你看一般的K线 你是看不出来 红红绿绿涨涨涨跌 你以为涨这个涨停板就可以追了对不对 这个涨8块12块你又可以追了 追完之后又破底了 所以在红红绿绿当中 K线当中 你是没办法 看清任何的方向 对呀 你这怎么看你告诉我 不可能啊 你怎么知道哪里可以 你会以为这段很多 上去了 就股价就崩盘了 你以为要上去了又盘整 盘整完就掉下来了 对不对 但在股神系统里面很明确 他就是空投格局 你就是不能追 好不好 那你看一般的指标 这个KD MACD 好像翻多了对 翻多一次两次三次对不起都失败 最后股价破底 所以你看这个是没有用的 你看MACD翻多翻多上去都没有用 最后股价还是破底 那如果你去看RS还更夸张 不知道翻多几十次 最后你发现这个翻多迅套都是错的 只有股神系统才是正确的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再从 刚讲过怎么样选股 怎么样判断买卖点 这是最困难的 那我们从赞民怎么选股 我们从一个地方做一个切入 这个叫法人操盘 这在股神系统里面 我们示范一下 好我们看这个画面 按Table键TAB 他有出现一个什么 第15个一个法人操盘这里 按下去他会帮你选出来 选出来股票 就像呈现这样 这是法人选股选出来 目前 比较漂亮的股票 那我们的动作是什么 投资片我们动作做再一次的 筛选 就把这20档股票看一下 你不用看2000档股票 台湖现在2000档 你看不完的 我们只要把这些股票 做一次筛选就可以了 筛选完 你心里就有一个底了 哪些股票是最漂亮最好的 你会有一个底 懂意思吗 他要把他选股选出来 告诉我们 哪些股票 是你可以注意的 那选完之后就像这样 选完之后 我们看快选完了 每档要跑一次 跑出来就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画面 一样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画面来看 进来 一样 进来之后要做什么 从日线周线看 两个都没问题 才是没问题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看电脑画面 我们先看888日线 哎哟 这涨 涨快5倍了 原来他早就翻多了 看懂吗 他翻多很久了 你看从15块5翻多 今天87块了 最高90块了 你看涨几倍了 热硬也是一样 这都是啊 这是 口罩 这是耳温腔 这跟这次 这个 疫情有关系的股票 这也是涨快5倍了 从 这个15块也是涨到96块 最高96块8了 合一 这也是四七开头了 也是医药相关的股票 请问他是不是多多格局 是哦 看到吗 有没有很多压力区 123456789 压力很多怎么突破 跳空突破 带量查诺棒突破 有没有 有啊 这观念就是我跟你讲的 但是你这一般k线 你看不到他任何压力 真的吗 我们再看一次 我们看一半的k线 这是一半的k线 你看得出他哪里有压力吗 才有鬼 你怎么看得到 你完全看不到 把他切入888 切入股仁系统 压力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这段压力没有大跌 因为下面很多支撑 上有压下有支撑 打不下去 震荡整理 好不好 金像店这讲过 这是多头格局 很漂亮的股票 好 这个琴凯 这是多头格局 可是你看他创新高 股神线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创新高 股神线也要创新高才对 你看这拉下来 这拉上去创新高 股神线拉不起来 这就有问题了 就追多不已 力量 逐渐在衰竭 台康升 这是对的 有没有看到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的股票 好 你看这边一样很多卖出讯号 对不对 12345 怎么突破 超红棒加跳空 看到吗 突破压力区 这是固定的 好 康纳香也是一样做口罩的 怎么突破 1234 4个压力怎么突破 有没有看到超红棒 有没有看到超红棒 有没有看到跳空 所以股价 压力怎么突破 第一个你任何地方看不到压力 除了股神系统 第二个碰到压力怎么突破 跳空突破 带量超红棒突破 固定的 没有这两个对不起 不可能 好不好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知道 原来他格局是对的 好光红 一样你看到没有 压力大不大 123456789 快20个压力 怎么突破 长红棒加跳空 固定的 有没有三线泛多有 没有三线泛多他就不肯突破压力区 看懂吗 好男六这次做口罩 一样多头格局 保零负 这个也是样 多头格局 好看一样压力大不大 123456789 10个压力怎么突破 跳空 长红棒固定的嘛 没有这不可能突破的 突破要不要三线泛多要 这格局是对的 好红胜 胜红 对不对 对呀 有没有压力 有啊 12345 5个压力怎么突破 长红棒加跳空 看到吗 有没有三线泛多有 固定的 有没有 爱普 压力大不大 大两个压力 怎么突破 长红棒看到吗 有没有三线泛多有 不然怎么突破 支通也是一样 一样 压力大不大 123456789 怎么突破 长红棒 有没有看到 有 长红棒跳空 好 何康生 这个是对的 这格局也是对的 好 客家 对的 智邦也是对的 优胜也是对的 但是有点瑕疵 为什么 因为 下面 第3线比较短 第3线短就代表动能不足 动能线 动稍微有点不足 好 国阳也是对的 进阶也是对的 申田也是对的 申田药妆卖面膜 最近长势很漂亮 好恒大好了 那我们刚刚用很简短时间把20档股票看完了 你心里是不是有底了 看完日线要看什么 再看一次周线 懂意思吗 日线周线都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周线就777 好那我们把它快转一下 看电脑 有没有 看周线 再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 刚刚压力突破了 有没有压力 看完之后你心里就有底了 南南股票是OK的 南南股票是不OK的 好不好 好那我们发现 最强势的股票都在跟 疫情有关系的 口罩啦 耳闻枪啦 对不对 像什么 像恒大 这两个标的 涨了将近五倍了 那如果你看一般的K线 你又被他洗出去 对不对 卖出讯号 卖出讯号 这都卖出啊 你又被他洗了好几次出去 又卖出啊 对不对 这个MACD也是一样 这个RSI更不用讲 那你看什么 你看股神系统 这日线 日线 没有 没有任何的瑕疵 也没有一个卖出讯号 他已经涨八倍了 有没有股价往上冲 股神线掉下来 没有 所以这种股票到目前从15块涨上来 到目前 还是多头格局 没有任何的瑕疵 也没有一个卖出讯号 也没有背里 都没有 最完整的 虽然很多人说股票怎么买 就这样挑这样买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起掌点 有没有 这里 很多卖出讯号 这里一个起掌点 有没有 那起掌点长什么样子 天啊 原来这前面还有一大堆卖出讯号 12345678 91011 面临这么大的卖出讯号 好请问怎么突破 藏红棒突破 要不要三线翻多要 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就这个点 看到吗就这个点 好 那我们再看一次喔 压力大不大 压力非常非常大 156个卖出讯号 那我们就碰到很多压力的时候要怎么突破 我们再呼吸一次 跳空突破 带量藏红棒突破一定要配合三线翻多 这样才是有效突破 张艺敏十三线翻第88条有写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 再看一次喔 你看这样涨4.8倍 回到起掌点 起掌点涨什么样子 起掌点 起掌点就涨这个样子 看到吗 压力非常沉重 怎么突破 跳空突破 带量藏红棒突破 一定要配合三线翻多 请问它有没有稳和这个条件 有 完全 吻合 那你看这种架构 下次你就有机会赚4.8倍 这样听懂吗 下次它涨4.8倍你就有机会赚到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一般的K线 你怎么判断它 卖出买金卖里面 这起来其实8来8去 8来8去 RSI是一样 8来8去 这个逻辑都是错的 对的逻辑在哪里 股权系统才是对的 懂意思吗 好 最后呢 从这个起掌点到这里 涨了将近5倍 好不好 我们看这两股票合一 对不对 对呀 线线是对的 非常完整 压力1234怎么突破 跳空突破 这格局是对的 好不好 台康胜也是一样 这格局都是对的 很漂亮 有没有 周线也是一样 非常漂亮 12345 对不对 很多买进去要出现 对不对 三线都翻了 所以这格局都是对的 从这边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跳 日线加周线都没有问题 那就是对的 目前这股票大部分都在 疫情有关的 防疫有关的 我们看他一下 这对不对 对呀 几个卖出去呢 四个盘整了三个月 好 那怎么突破 长红棒啊 跳空 看到吗 长红棒啊 在跳空 就这样突破压力区 突破一定要三线玩多嘛 好 周线 漂亮完整 看到吗 从10块涨到30块涨 涨三倍了 这根本没有任何跌破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其实一年就这样就够了 你碰到一档股票 它可能涨一倍涨两倍 然后你看得懂 你可能差不多三个月 这样就够了 其他不要乱做 一大2000档你怎么做 你乱做没有用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 好我们再看这档 来 光虹 好 群他有没有突破压力区的 对哦 突破有没有三线翻多 有没有跳空 有啊 有没有长红棒 有啊 这就是突破压力区 一二三的一个方法 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三个压力 怎么突破 长红棒跳空吗 三线翻多吗 不会变了 保零付 有没有 有 怎么突破 一样啊 跳空 看懂吗 有没有三线翻多 有 这就是对的股票 对的架构 好不好 我们刚刚怎么样还有一档 盛宏 这个也是对的啊 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漂亮 三线非常完整 这个有没有涨很多 投资朋友 这里从这里 这哪有涨很多 如果跟刚刚那股票一样 要涨三倍 涨两倍 涨四倍 涨五倍 这个还好啊 这个涨不多 重点是 他的架构是 对的完整 他没有没有跌破 周线一样 这都对的很漂亮 好 你看这股票很漂亮 漂亮啊 这太漂亮了 压力大不大 1234567 有没有刚刚三线翻多 有没有突破这个压力区 完全突破 这两个标的是我们今天 我带会员买进的股票 所以股票怎么挑怎么选 他有逻辑有原则的 做空是不得已的 真的是不得已的 真的赚钱在哪里在多头 多头很简单 选到一个漂亮的标的 包上去 如果这个一样是 跟黄毅有关的股票 如果跟刚刚那些股票一样 也不用多啦 涨一倍涨两倍就够了 懂意思吗 我带会员座一定赚得到 你放心 这种股票不可能赚不到啦 太完美了 现影太漂亮了 好有没有 太完美了 股票太漂亮了 这两档股票就是我今天带 我的客户 进场的一个标的 所以股票要怎么挑就这样挑 这是一个大原则 好不好 那我们刚刚是由 法人选股 选出来的标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六星 好不好 六星可以选出什么股票 就画面这个股票 怎么选 我们一样回到电脑画面 好我们按一个 TAB键 这边是不是一个兜头六星 对吗 那你按下去它开始选 那如果你在盘中 你就按左右肩 它跑出这个A 放在这里就表示半小时 它会自动选股一次 比如说9点 9点10分看 那在下一次的半小9点半 它就自动选股一次 自动跑 盘中 打开这个A之后 半小时自动跑一次 比如9点5分看 它开始跑 跑完之后下一次就9点半 再下一次就10点 再下一次就10点半 再下一次就11点 它盘中每半个小时自动跑一次六星出来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看这个六星 我们把它搜寻一下 看看这股票 选出来的有哪些 好不好 那我们选出来的画面其实 我刚刚已经把它印出来 就这张 就这股票 包含 联发科 艾普 艾普已经选出来很多天了 好那就是你画面上看到这股票 我们看电脑已经选完了 对不对 一样就这个画面 我们从一档一样 那怎么看 一样日线看一遍 周线看一遍 日线就是888 周线就777 好不好那我们看电脑 研发科进来 对不对 对啊 这条线就是比对大盘线 大盘就在这里 它就比大盘转强了 那如果把它消除 Shift跟F1 它就会消除 好 那我们看这个画期 对不对 对稍微有点瑕疵 低线太短了 把它模拟分析一下 模拟就是按 张一鸣 资鸣张那个鸣 对喔 看到吗 线不能下去 线下去就麻烦了 模拟的时候这线是不能下去的 现在就表示转弱转空 所以这是对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 艾普对呀 刚讲过了嘛 赤鸣也是对的 他碰到压力怎么突破 三个买进讯号 加什么 长红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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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长红棒 看到吗 三线还多 这格局是对的 好新鑫 上面有没有很多压力 有啊 40 42 42 41 是不是很多压力 而且压力还蛮重的 压力要怎么突破 长红棒或跳空 对不对 那一定要配合三线还多 这原则上已经算是突破了 那最好 下周一能够再拉一个长红棒 远离这个盘整区 盘整区越早脱离越好 所以这算是对的 好 金电也是对的 缺点第一条太短 好雅德克也是对的 金像电也是对 对很久了 利基也是对的 可是什么样 碰到压力区 有没有1234 压力区嘛对不对 碰到压力区要跳空或长红棒突破 有没有 没有 虽然他股价突破 可是没有跳空或长红棒 虽然有三线翻多 就是美中不足 这线型就是比较弱的 比较不完整的 好不好 好上营 翻多但是压力还没有突破压力就在门口 反压再减不做 好 字帮也是对的 瑞翼 也是对的 压力在哪里256 今天是257.5 碰到一个 重要的一个压力区1234 没错他有 三个好朋友来帮助他 三线也翻多了 今天是一个长红棒突破 刚好站上压力区256257 对不对 明天最好能够再往上做攻击 远离压力区会比较安全 好不好 这张股票稍微有点瑕疵 周线在哪里看就知道 大涨一波 涨一倍以上 涨到这里怎么样 周线出现三个卖出去 看懂吗 然后 大涨一波之后跌破 休息时间太短 马上要展开第2波的攻势 就这个人很厉害 刚参加完一场 全马 马松全马 刚跑了四五十公里 喝口水又要再跑下一场 四五十公里 这重点也大 所以现行是 在我来看是比较不完整 因为他刚 大涨一倍以后休息 没多久马上要展开第2波 这个 这个花的力气会非常大 所以这种股票 NZ上我就不做 台药也是对的 金居 上面翻多了没有错 上面压力重重 看到吗压力重重 保零副这对的 很漂亮 细利 对但是三线很弱 看到吗非常短 非常脆弱 这个一样 碰到压力区有没有跳空 带上长红棒 没有 突破就是 不完整 上不去 光达 对的 第一条太短 上档压力重 压力区就在这里 碰到压力区要跳空长红棒 今天有长红棒 也有三红棒 第一条太短 上档压力重 台胜科 这边有没有很多压力 12345 碰到压力区要怎么样 长红棒或跳空 有啊长红棒 有没有三线棒都有 143 148 所以今天已经算突破这个压力区 可是压力很沉重 他明天还要继续往上攻才对 不能再打回来 再打回来就不好 被吸回来 好 盛宏对的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平盘整理完 下面出现三个门区 攻上去 这格局是对的 很漂亮 台光电 也是对的 可是一样碰到压力区 碰到压力区130 129.5 碰到压力区要跳空长红棒独播 今天有长红棒 也有很多好朋友的帮助 明天要继续往上攻 脱离盘整区 蓝6也是对的 联发科 那我们刚把 六星巡股看完了 刚把法人也看完了 所以我们心里已经有一个底了 哪些股票最强 我们知道了 要操作股票就那几檔 其他你不用看 看也没用 好不好 我们看联发科 联发科 5G 昨天的新闻 两个5G的利多 可是说真的如果你看到5G大概会 会这个 顿化 因为过去 半年来 5G利多满天会股价涨不动 好不好 为什么涨不动 因为他没有三线玩多 那现在呢 现在格局 对了 现在比较有机会了 好 金像店我们讲过 多头格局已经有一波了 好南店也是 这都是多头六星里面算是比较漂亮的股票 好不好 如果你能够找到大涨一倍的股票 并且有正确的操作的一个指引 所谓操作指引就是 知道哪里进场 哪里是买点 哪里有压力 压力出现你知道该跑 那你就有机会 怎么样赚一倍 自然就会看到 未来的希望 有没有道理 到这边 所以很多人在股市里面 毛毛苗苗 做很多错误的股票 为什么 股票不知道有问题 你去买它不会涨 最后就受伤了 好不好 好 向华通 去年的下半年 有没有涨一倍 有 有有有 27涨到52 51点多 52等于涨一倍 那你看得懂这格局吗 看得懂你就赚得到吗 看不懂就赚不到 每年都有这种机会 不用担心没有 好 那哪里有问题 大涨一倍之后 卖出去要出现了 四格反应要出现 你看不懂就完蛋 这段掉起来就五成 你赚了钱就一半吐回去 融资就断头了 懂吗 所以卖出去要出现就要看得懂 空头格局了 有没有看到 就不能再买了 你要买这一段 这一段 不是这一段 你买这一段就完蛋了 好 这我们大涨一倍有 卖出去要出现的时候 你要跑 大涨一倍有 卖出去要出现 这一段就五成 看到吗 从200跌到快100 就快五成 没跑就完蛋 空头完蛋 好 这一段看得懂 该跑的地方要跑 你就有机会 这样懂意思吗 这段要跑你就有机会 好不好 当下一次行情来 希望能够搭上这一班列车 把失去东西要回来 看懂趋势才能够把失去东西要回来 懂意思吗 行情总是存在的 要不要做而已 你想做 看得懂 想做看得懂 自然就 这个有机会 好不好 是不是长快五倍 有没有讲 有 那你们看他的格局 喔好漂亮喔 这现在画错了 不是画这里 这里是空头 要画在这里起长点 不是随便画 我的美工搞不清楚 因为他不懂股票 乱画一通 这画这里 画这里不是你想画哪里就画哪里 对 那又不是 乱搞 乱乱弄 画哪里画起长点 在这里 知道吗 看懂吗 不是随便一个画 挖上来画什么东西 看了我就生气 好 其长点在哪里 再看一次喔 就在这里 刚刚有讲过吗 是不是在这里 三线翻多点吗 这里有没有 这粉红色嘛 这才是红色的 这个点就这个点 看到吗 这个点你看得懂 后面这 5倍就是你的 好不好 好 这边长得一样 长得快5倍 那如果你看这个 卖出卖出卖出 你会被洗了 不知道洗多少 那股权系统是完整的 你不会被洗掉 也没有一个卖出去 架构都是完整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 你会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未来 为什么 很简单 照这样做 你就有机会 不要说赚4倍 赚3倍赚2倍 你高不高兴 赚1倍你都 晚上都睡不着了 那你必须有方法 你必须有方法 好不好 你没有方法就不可能 所以我们下支行情来 希望你能够搭上这班列车 把你吃掉东西 全部的找回来 好不好 张一鸣以往都是这样 一档股票操作我非常有耐心 一做可能就是 一倍以上 一赢都是很多 多到你数不完 张一鸣的任何一天 绝对不会拿假计较 出来骗观众 我所拿出来每一张计较一定是真的 绝对不会有一天 拿一个假东西出来 现在市场很多老师有争议 互相咬来咬去 为什么 你说他说他造假 他说他造假 扣讯造假 一大堆 为什么 从来都没有人说张一鸣造假 为什么 因为我都讲这个啊 我从来不会造假 从来没有一天拿假东西出来骗人 所以从来不会有人质疑我 好不好 这样这一波跌下来 3600点 这是我操作的 最重要的把控下来 跟他客气什么 就这样 没有一笔是假的 那这是我之前操作的 赚股价的两倍 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只能做多 因为他没有开 那时候还没有开放信用交易 全部都做多 每一笔都做多 赚两倍以上 好不好 欢迎大家加入 张爱鸣的 这个FB的粉丝团 又常常在发布文章 就是从 Light这里有个粉 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我每天会更新一些我的看法 我是对股市的一些评论 在这里 这里就是 这里 股神系统 张爱鸣 这粉丝团 怎么加入 很多人都要怎么加入 你按赞就可以了 一个手指头 按点赞 就等于加入 以后就会收到讯息 好不好 好 月底的今天是4月30号 股神系统优惠的专案 你刚看我用股神系统 你就发现说 真的很好用 很轻松很简单 可以把很多时间都省下来 你不会选择 莫名其妙要标的 你也不会啊 被洗掉 也不会看错 好不好 股神系统优惠专案 你可以在Light上面 留下你的电话 跟姓名 我们服务人会主动联系你 你放心 好不好 有兴趣的 你再做这个动作 在Light上面留言 就可以 好不好 看到影片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 我们今天节目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